美国梦光环在不在 又再度被点亮了吗 最近美墨边界涌入上万的移民 这是因为当初前总统川普时代 以防疫为理由 快速驱逐非法移民的法规 将在当地时间11号午夜过后就要失效 也就是有好几千甚至上万的移民 他们爬到墨西哥火车的车顶 目的是尽快地赶到美国边界 但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强调 这不代表美国的边界开放了 一旦非法越界还是会面临刑事诉讼 墨西哥一列火车缓缓抵达 许多移民立刻拿起行李攀爬到车顶 而这么做的人多达数千人 如此不顾危险 就是要赶在5月11号之前抵达美墨边界 美国发点第42卷是美国前总统川普 在新冠疫情期间所实施的法规 以防疫为由 允许边境执法人员迅速驱逐越界移民 并且限制他们寻求庇护的机会 现在美国总统拜登政府表示 要建立合法路径 让移民进入美国 同时要加强力道 打击非法入境者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还强调 美国发点第42卷失效后 不代表美墨边境 门户打开 移民带着简单的行李 往边界奔跑 有人则是企图翻墙 闯入美国 美国南部德州的爱尔帕索 涌现大批移民 德州的边境地区 已经因为难以应付 抵达当地的数百名移民 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这些人大多来自拉丁美洲 也包括一些中国人 加州与墨西哥交界的圣地牙哥 也聚集大批移民 从边界高墙的缝隙中 志工将花生奶油三明治 递给在另一头的移民 拜登也坦承 边界会陷入混乱一段时间 虽然美国的防疫法规 即将告终 但充满许多不确定性 让移民们心中的美国梦 依旧遥不可及 欢迎讯动赛家 您做不到 各项竞赛为了要响应 节能减碳环保诉求 像是大家都知道 电动版F1 一级方程式赛车大赛 还有名为E1的 世界电动赛艇系列锦标赛 也在近期完成了一系列测试 套个镜头 带您来看 电动赛艇Racebird 在湖面上以风驰电车的速度奔驰 无论是外形还是性能 以电能作为电力的Racebird 一点都不输传统的赛艇 它非常强烈 你其实要注意力 因为这些力量 真的会有差 E1世界电动赛艇 锦标赛的团队 对于这艘由他们亲手打造的电动赛艇 在这次的测试行动中 显然感到非常满意 在在伊特州沙沟的沟 特别是我们在马里纳的Verbella 在船上有一个精彩的赛艇 在船上工作 所以我们在船上的工作室 转租船 也在我们的测试 你必須要考慮的技術 我認為會有很多擴充 因為有些船會 嘗試穩定的限制 試試勝出 但那是危險 你可能會失敗 這艘Racebird是有150千瓦電池供電 時速可以達到92公里 至於將在Ewan錦標賽上駕駛 這輛電動賽艇的 包含一名男性和一名女性 而Ewan錦標賽的手機賽事 預計將會有12支隊伍 24位選手將在水上揚帆起航 飆出勝負 歡迎新聞區被宣傳的報導 聯手抗中的還有美國跟印度 白宮方面宣布 印度總理莫迪6月要訪美 拜登跟第一夫人集而要舉行國宴 招待前來國事訪問的莫迪 美國最近拉攏印度 目的就是聯手抗衡中國 相對的中國當局 也是積極拓展中亞跟中東關係 美洲兩大強權外交競爭動作越來越大 白宮對外宣布 印度總理莫迪將在今年6月出訪美國 並與美國總統拜登會晤 以及舉行國宴接待來訪的莫迪 美國近年來積極拉攏印度 除了是要推動印太戰略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聯手對抗構成威脅的中國 中國也看準了美國的企圖 日前在印度舉辦的上海合作組織外長會議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秦剛 也藉機和印度外長蘇傑生見面 雙方觸及到敏感的邊界主權問題 雖然秦剛表示雙方要維持邊界局勢的總體穩定 但蘇傑生表示就是因為邊境地區的安寧受到干擾 兩國關係不可能正常 值得留意的是印中外長會晤後 印度並沒有發表聲明 顯然雙方分歧人生難以解決 美中兩國分別就印度關係有所動作 從現實的地緣政治情勢來看 美印合作取得先機 反而印中關係在敏感且重要的問題上 懸而未決 再加上印度已加入美國所主導的四方安全對話機制 QUAD可以說美印雙方在抗衡中國的認知上 已有一定程度的默契 不過中國也極力要修復與印度的關係 透過上海合作組織和金鑽論壇 中國會是美國拉攏印度關係的強勁對手 美中之間的外交競逐也擴及到中亞地區 國務卿布林肯在今年二月前往中亞國家進行訪問 宣揚美國是可靠的夥伴 中國也不落人後 將在五月中旬舉辦中國中亞峰會 展現中國對中亞地區的影響力 同時藉機拉攏中亞國家 進而取代俄羅斯在中亞地區的地位 此外中國也將影響力擴展到中東地區 今年三月促成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恢復外交關係 這凸顯出美國與沙國關係不目的狀況 美中在外交上的競爭越遠越烈 關係要改善根本是難上加難 以上歡迎新聞無設置報導 長水大作戰 這是因為沒有辦法老天不下雨 很多橄欖樹無法解果 就連一向樂天的西班牙民眾 這個春天都笑不出來 西班牙面臨氣候異常的乾燥炎熱 長期乾旱導致水庫水位不斷下降 影響到農業發展 現在逼得農民不惜得要違法偷挖水井 還有部分農民氣得要命開著拖拉車上街抗議 數十台拖拉機開上一般公路 用比路邊行人散步還要慢的歸宿行事 這個詭異的景象發生在西班牙北部的 加泰隆尼亞地區 一群農民為了抗疫長期乾旱導致農田大缺水 已經嚴重影響到他們的生計 西班牙正在經歷異常炎熱乾燥的春季 重創塞維亞地區的橄欖田 當地氣溫在四月底就飆過了攝氏38度 創下該月最高溫紀錄 西班牙當前長期缺乏降水 各地水庫水位都下降到平均的一半 尤其加泰隆尼亞地區 還有塞維亞所在的安達魯西亞地區 缺水情況更是嚴重 儲水量已經降到只剩約四分之一 農民無水可用只好偷挖水井 希望可以找到珍貴的水源 西班牙警方在9日表示 偷挖水井的情形在熱帶水果產區尤其嚴重 目前在安達魯西亞地區已經發現 至少有250個非法水井 逮捕了26名民眾 對環境造成的破壞估計高達1000萬歐元 核心台幣約3億3600萬元 當西班牙全國震驚力嚴重乾旱 加泰隆尼亞一個小鎮意外引起大眾的注意 巴卡里薩斯過往是避暑聖地 以充滿戶外泳池聞名 當地大約有7000名居民登記的泳池數量 卻高達1500個 但越來越頻繁的乾旱 加上政府增加的限制 迫使民眾必須放棄他們的泳池 西班牙的乾旱問題 已經嚴重影響到各行各業 缺水議題也成為候選政見的一大重點 極端氣候持續惡化 要如何改善缺水分配水資源 處處考驗當局的智慧 環宇新聞無久綜合報導 土耳其14號大選前夕 四位總統候選人努力的在搶票 而最受外界關注的就是 掌權20年的現任總統艾爾段 能否順利連任再做5年 而現在各國媒體也紛紛回顧探討 艾爾段這20年來的執政 他從一位宣誓要為國爭取民主的親民領袖 搖身變成了專制的愛皇 土耳其近幾年在他的帶領之下 民風是越來越保守 經濟也是越來越低迷 這也讓艾爾段維持已久的不敗神話 受到了重大的挑戰 過去從土耳其總理搖身成為總統的艾爾段 二十年前掌權的那一刻 曾立誓要為全國百姓爭取民主 法治 正義 如今他的執政風格 早已跟當初的誓詞漸行漸遠 愛爾段叱炸政壇 20年還想繼續在5月14號的大選 角逐連任 不過這位強人領袖的政權 已不如過往般的無可撼動 勞勞掌權的艾爾段近幾年來打壓一己 走向專制 民生方面 土耳其百姓正被瘋狂的物價飆漲折磨 國內衝上105%的通膨率 可能真的會成為 壓垮艾爾段統治的最後一根稻草 為此他還特地在投票日前 宣布為70萬名工部門員工加薪45% 希望能吸引選票 回顧愛爾段政治經歷 他在2003年出任總理 2014年成為總統 三年後又順利推動修憲擴權公投 2013年可以說是愛爾段執政的分水嶺 在此之前 愛爾段帶領土耳其走入歷史上最開放的時期 不僅開放女性進入大學就讀 還與敵對的庫德工人黨公開談判 但就在2013年5月一切都變了掉 當時的伊斯坦堡民眾反對在公園旁 興建購物中心發起抗議 延燒全國 愛爾段不但沒有訴諸和解 反而重拳打壓 讓他從此被冠上愛皇的封號 到了2016年後 情勢變得越來越糟 土耳其軍方發動政變未遂 愛爾段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並在往後的幾個月擴大鎮壓行動 引起國際社會關注 愛爾段也因此變得更加多疑 還放話要肅清國家內的病毒 逐年往極權靠攏的愛爾段 一手行錯國家的走向 現在卻面臨前所未見的連任考驗 越來越多選民批評他越活越回去 摧毀民主自由 不過還是有大批保守派人士 稱讚愛爾段保護伊斯蘭價值 喊話要再給他五年執政 愛爾段的不敗神話 是否延續或破滅 將在5月14號見真章 環宇新聞謝忠岳綜合報導 最新的財經消息 美國公佈4月CPI年增4.9% 這是創下兩年來新低 這也顯示出美國通膨逐步在降溫 不過最新民調顯示 美國人對於領導階層的經濟政策信任度低落 包括像是對拜登總統 還有聯準會主席鮑爾 有信心的受訪者都不超過四成 那麼有分析也指出 在聯準會近期瘋狂升息之後 美國經濟陷入衰退 已經是無庸置疑 美國公佈4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和去年同期相比 雖然成長4.9% 但卻比3月5%的增幅稍微下降 同時也是連續第10個月下降 這提高了民眾對於聯準會暫停升息的預期 為了打擊通膨 聯準會自從去年初以來 一共升息了5個百分點 使得基準利率飆升到16年來的高峰 雖然美國通膨有逐步降溫的趨勢 但最新民調顯示 只有35%的美國人看好拜登總統的經濟領導力 相反的將近半數覺得完全沒有信心 此外這份民調也指出 對鮑爾有信心的美國人只佔36% 這是相關民調開展以來的新低 改寫了現任財政部長葉倫在2014年的紀錄 調查指出民眾對鮑爾的信任度 從2020年起已經滑落超過20個百分點 竹因是鮑爾和其他官員 在抑制通貨膨脹方面行動遲緩 錯估通膨只會是暫時性的現象 我認為這基本上是保證 我們最可能會進入一個禁止 在那些議題是在結束 現在是真的要是硬或是硬的 這就是為了聯準 我認為這就是市場想要聯準 美國深陷高通膨的困境 至今已經超過一年多的時間 雖然聯準會已經將利率 推升至16年新高 而情況也逐步緩解 但是目前的通膨率 還是與聯準會設定2%的目標有所落差 即便外界普遍認為 5月將會是聯準會最後一次升息 但想要鮑爾轉而降息 今年內應該是不太可能 面對當前的銀行業危機 和經濟陷入衰退的風險 聯準會依舊會把對抗通膨 列為首要之務 環域新聞黃宇君綜合報導 中國第一例單身女子動軟上訴案 日前在北京開庭了 這是5年前因為尋求動軟服務 卻被醫院拒絕的當事女子 她叫做許早早 在經歷一審的敗訴之後 她提出了上訴 儘管二審的結果並沒有當庭宣判 但是許早早表示 由於近幾年整個社會輿論已經逐漸改變 她認為這一次庭审的進展 是相當的順利 而外界也認為這是中國女性 爭取生育權的一個里程碑 後續的裁決將會有聲援的影響 開心在法院門口留下紀念照 她是中國第一例單身女性動軟案的當事人 許早早 紀念35歲的她 在5年前向北京婦產醫院尋求動軟的服務 卻遭到院方的拒絕 因為在中國的法律是禁止醫院 向單身女性提供這項技術服務 於是許早早便以侵犯一般人格權為由 將醫院告上法庭 要求醫院停止侵害她的權利 但在2019年的一審結果中 許早早敗訴了 醫院這邊其實也清楚 市場上單身女性的動軟的需求 是很強烈的 並且對於醫院和我們國家的 整個輔助生殖行業來說 動軟並不是一個技術難題 但許早早並未就此放棄 這起案件的上訴案 這個月在北京開庭 許早早表示過去四年多 社會的輿論環境持續變化 現在的中國動軟話題 甚至已經登上了主流媒體 儘管二選法庭並未當庭宣判 但許早早認為 庭審的進展相當順利 我當然希望就是所有有 這個生育醫院的單身女性 都能夠平等地享有這個權利 事實上由於對出生率降低 以及人口老化的擔憂 中國已經有政協委員日前提議 要開放單身未婚女性 可以獲得動軟與市管嬰兒的醫療服務 顯示法規有可能被改變 目前就是國家整個人口和生育政策 是三胎已經開放了 其實它原有的那個電化生育政策 已經相當於是退出了歷史舞台 那為什麼我們時至今日還要用一個 就是相對比較滯後的這麼一個規定 去約束大家呢 約束單身女性呢 儘管中國當局開始考量放鬆這一項規定 可能只是為了挽救急速下降的生育率 但外媒也普遍認為 許遭到的案件是中國女性爭取 在生育上有自主掌控權的一個里程碑式案例 後續的裁決將對中國社會帶來深遠的影響 環玉新聞邱婉婷綜合報導 自從戰爭爆發後 俄羅斯總統普丁是發佈了動員令後不少 俄國民眾也因為害怕被徵兵大舉出逃 其中波羅的海三國就成為俄羅斯人尋求庇護的首選之一 不過這三個國家不但在去年就下達 禁止俄國公民入境的法令 現在拉脫維亞甚至還頒布了新規定 想要在拉脫維亞常駐 必須在今年底之前 通過拉脫維亞語的考試 否則就會被要求離境 甚至是強制驅逐 一邊專心的聆聽老師的講解 一邊還得拿起筆埋頭苦幹 在講義上做重點筆記 坐在這間教室中的 都是在拉脫維亞境內的俄羅斯公民 為了能夠在拉脫維亞長久的生活居住下去 他們必須依照當地政府的最新規定 通過拉脫維亞語的語言鑑定考試 否則可能將被要求限期離境 如果不配合恐遭到強制驅逐的下場 拉脫維亞內政部的國務秘書還指出 這項規定是出自於當局 對境內俄國公民對拉脫維亞的忠誠度有所顧慮 並且認為提供這些俄國公民一年的時間 準備拉脫維亞語考試是十分恰當合理的要求 不過這項土如其來的規定 也使不少以在拉脫維亞生活長達數十年的 俄羅斯人十分錯愕 拉脫維亞的語言學院負責人 則認為政府提供俄國公民足夠的時間學習 並且表示語言鑑定的要求其實不難達成 事實上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也是拉脫維亞不得不施行這一項法令的原因 因為俄國軍方也將保護海外俄羅斯公民視為入侵烏克蘭的藉口 因此俄國公民在拉脫維亞境內才需要以語言鑑定展現忠誠 至於其他國家特別是波羅的海其他兩國是否會跟進這項法令 也是外界矚目的焦點之一 海域新聞消費學院綜合報導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登上了最新一期美國時代雜誌的封面人物 這個內容還包含了岸田的專訪 當中特別聚焦是在印太局勢 還有日本在國際舞台上扮演的角色 岸田現在他尋求要把日本打造成軍事強國 要對抗中國跟北韓的威脅 確實岸田在日經亞洲的採訪當中 也再度重申台海和平的重要性 眼神緊盯鏡頭散發著沉著穩重的氣息 彷彿要做出重大抉擇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登上美國時代雜誌封面 周刊標題更是一針見血 寫著岸田尋求摒棄和平主義 帶領日本成為軍事強國 日米同盟、韓米同盟、日韓、日韓、米韓的安保協力 以為抑制力和対准力的重要性 改正一致 岸田在這期《時代獨家專訪》中 大談印太情勢以及日本在國際舞台上扮演的角色 岸田表示自己受到拜登政府的鼓舞 期盼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日本也擁有壯盛軍容 制衡中國、北韓日益增長的軍事威脅 文章寫道岸田深受烏二戰爭影響 警覺到自己身處一個挑戰重重的世界 尤其是俄羅斯與日本領土爭端不斷 北韓飛彈飛越日本上空 以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一再威脅收復台灣 都令日本決定要走向軍事化 肩負起捍衛區域安全的重任 岸田登上全球最具影響力的週刊 彰顯日本國際地位越來越重要 岸田當地時間10日 又在接受日經亞洲採訪時 重申台海和平的重要性 岸田強調台海穩定 不只對日本而言利害攸關 對全體國際社會也是如此 想必G7國家對兩岸問題的立場 也與日本一致 岸田這一番話似乎進一步確認 台海局勢將是即將到來的 廣島G7領袖峰會 重點關注議題 環宇新聞謝忠岳綜合報導 中國的動作最近確實讓人比較擔心 是因為他們持續在推動外交擴張 外交部長秦剛現在正在歐洲進行訪問 9號他跟德國的外交部長會面 但是德國外長就直指中國現在在烏俄戰爭當中保持中立 就代表是站在了俄羅斯的一方 10號來到第二站法國 法國外交部長科隆納也向他喊話 認為中國應該在推動烏俄和平上發揮作用 中國外交部長秦剛的訪歐之旅 在結束了德國柏林的行程以後 來到第二站法國與法國外交部長科隆納會面 而烏俄戰爭的問題也成了會談焦點 科隆納劈頭就對秦剛喊話 要中國為推動世界和平發揮影響力 秦剛前一天訪問柏林 才遭到德國外交部長貝爾伯克批評 中國在烏克蘭戰爭中保持中立 就是站在俄羅斯的一邊 敦促北京應該採取更多措施 來幫助結束這場戰爭 而就在秦剛落腳巴黎以前 貝爾伯克又和科隆納召開記者會 共同呼籲中國有必要運用和俄羅斯的關係 告訴俄國恢復理智 避免讓戰爭陷入死胡同 貝爾伯克則再度重申 對中國去風險化的立場 秦剛這次的防歐之行 目的是要拉攏歐洲領導人 促進歐洲國家和北京做生意 反而分析指出中國與俄羅斯無止境的夥伴關係 卻成了歐中交流的障礙 儘管中國積極在烏俄兩國之間扮演和平大使 但從德法外長近期的表述來看 歐洲似乎已經無法容忍 中國繼續在烏俄問題上扮演假中立的角色 至於秦剛訪歐過程中 還是不忘談論到兩岸問題 他在10日參觀位於柏林的波磁坦會議就職時 發表談話 抨擊美國忽視波磁坦公告的內容 重申開羅宣言規定 要將台灣歸還給中國 他強調美國損害中國主權的行為 中國人民絕對無法苟通 不過台灣人民的想法如何 秦剛則是照例忽視 華語新聞黃玉君綜合報導 中國現在最要處理的就是這位頭號的人物 中國駐法國大使盧沙野 因為過去發表了多次爭議性的戰狼言論 引發各國強烈批評 而且這段時間掀起了不少的外交風波 現在追星消息傳出 中國政府要將盧沙野召回國 事實上過去也因為犀利法眼聲明大噪的 還包括前外交部長發言人趙立堅 不過今年1月他已經卸任 同時轉調他職 形同是被降級 這一次盧沙野被召回 外界猜測可能跟中國當局 有意思要對戰狼外交踩煞車 中國駐法大使盧沙野 近來屢次發表戰狼言論 掀起了不少的外交風波 最新一次受到強烈批評的 便是他聲稱前蘇聯國家無處全地位 遭到了歐洲國家的其身譴責 但如今中國政府似乎是出了 戰狼外交踩煞車的訊號 根據消息人士透露 盧沙野將在這個月返回中國 預計將由中國駐法國大使館公使 陳棟出任為代理大使 然而這個舉動能否直卸還很難說 畢竟中國多匹戰狼 像是過去因為對其他國家經常言辭犀利 而聲明大造的 時任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但他卻在今年1月卸任 調任為邊界與海洋事務司副司長 形同遭到降級 而這一回輪到駐法大使盧沙野被召回 相當於兩匹戰狼全部退居第二線 究竟是為了挽回形象 還是將一改凶神二煞的外交特色 背後含義耐人尋味 關於新聞陳婉婷綜合報導 美國的共和黨政治人物呢 最近頻頻鬧上法庭 先是由前總統川普 緊接著紐約州的眾議員桑托斯 在當地時間10號也被逮捕出庭 因為桑托斯被控詐欺洗錢 跟盜用公款等罪名 不過首次出庭之後還是拒絕認罪 甚至他還批評檢察官是在政治獵巫 但是根據美國媒體的報導 桑托斯今年1月上任以來 就已經被揭露履歷造假 就連紐約的共和黨人 現在都要求他要辭去職務 美國政治人物醜聞連環報 鬧上公堂的可不只有川普 另一名共和黨人 紐約州聯邦眾議員桑托斯 當地時間10日 因為面臨13項罪名指控 遭逮捕送往紐約長島的聯邦法院出庭 目前已經以50萬美元交保 桑托斯被控一項盜用公款罪 兩項重大虛假陳述罪 三項洗錢罪 以及七項電會炸欺罪 而面對這些指控 桑托斯不僅全部拒絕認罪 還跟黨內老大哥川普一樣 反控檢察官政治獵巫 我正在回家 我會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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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照顧我的名字 我會期待做的 不過桑托斯卻坦承自己的履歷確實造假 瓜瓜擁有猶太血統 華爾街背景 和明星排球員等經歷 全都是編造出來的 然而他卻變稱 會說這麼多謊 單純是想美化自己的人生故事 沒有惡意 早自桑托斯今年1月上任眾議員以來 先前誇要不實的言論就一一被戳破 他歷經記者窮追猛打 和深夜電視節目的嘲笑 就連紐約共和黨人也怒轟他 用謊言背叛選民和政黨 要求他辭去職務 即便承受巨大壓力 桑托斯卻始終不認帳 不但拒絕辭職 還放話要競選連任 恐怕將為自己惹來更多麻煩 環宇新聞 謝忠岳綜合報導 國民黨基層等了好久的2024人選 終於要拍板了 主席朱立倫今天鬆口 最強人選 預計在下周三17號的中場會上公布 而新北市長侯友宜 還是呼聲最高的人選 但是最近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猛打蔡政府黨疫苗 又舉辦大型造勢晚會 甚至民調也是逐漸追上 也讓藍營內部擔心 如果最後沒有徵招郭台銘 會不會又出現了 負氣出走 藍營分裂的局面 下禮拜就會推出我們最強的候選人 萬眾矚目的國民黨總統候選人 下周就要正式出爐 預料5月17號中場會就有答案 黨內多數人都認為 推侯友宜參選2024的機率最高 不過鴻海創辦人郭台銘動作頻頻 郭台銘近來狂打蔡政府黨疫苗 聲勢飆高 民調也扶搖直上 甚至超車侯友宜 如果最後黨中央鐵了心 不徵招郭台銘 外界遊行郭董再次出走 藍營恐怕陷入分裂 如果沒有辦法整合在一起 對賴清德就會是一個最好的消息 我相信這個整個對國民黨來講 現階段我現在很多人都很焦慮 徵招侯有沒有辦法讓安撫郭 或是徵招郭有沒有辦法安撫郭 這個課題 這個確實是一個很難解的題目 我們也不會相信任何間鋒插針 或者想要破壞團結 任何破壞團結的事情 我們都不要做 朱立倫一再喊話要團結對外 但國民黨的內鬥DNA 一日不除2024怎麼有效整合 考驗藍營太陽們的智慧 華語新聞林博翰李鼎強 台北海訪報導 新北市在傳槍擊命案 讓民進黨市議員群起圍攻 今天一早穿上了防彈背心 質詢圍攻侯友宜 不過侯友宜也反擊大動作的 向黑道來宣戰 強調誰敢來就扮誰 綠營諷刺的說要跟黑道喬 也被侯友宜強硬的駁斥 痛批說黑道就是要消滅 喬什麼喬 要市議員不要污衊他 誰敢來我新北開槍 那這是一個月四次那是什麼事情 誰敢來新北開槍我就抓誰 這個很簡單 新北市長侯友宜火氣越來越大 新北市爆發槍擊命案 讓論事議員抓到機會 全體穿起防彈背心 對侯友宜發起攻擊 拜託您去喬一下 所有的黑道 不要再有槍擊案 因為這是您擅長的強項 我從來沒有跟黑道喬過什麼事 請不要亂誤昧我 黑道就是要消滅啊 黑道還要請他來不來 黑道知道我就辦他啦 然後有用這種思維說 我們該拜託黑道喬 不要來喬你不要來 你後來我就幫你了 警察出身的侯友宜 談起黑道罪犯 展現絕不妥協的態度 不但向黑道宣戰 但是打擊犯罪 可不是只有新北市的責任 進來了三千把 誰讓他進來的 源頭不管你的中央 為什麼不把他管理好 跟黑道不共戴天 有一個拿出數據 證明打擊犯罪不會妥協 這幾年來因為我們進化環境治安 又有犯罪預防 所以有大幅下降 也是我們下降降降 所以我們的眾 我去跟議員報告一下 我們的犯罪如果 你不是想接而已 我想接而已 再來我們的奧斯卡的 犯罪侵查 犯罪預防 還有改善交通 跟總和規劃 你這八十一 我現在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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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券發白費 槍擊命案爆發 三小時內就宣布破案 侯友宜打擊犯罪 沒有任何模糊空間 歡迎收看張相遇 宋志寧新北參謀島 2024大選倒數 副總統賴清德已經積極備戰 他的大選策略小組 有馬永成、羅文嘉等貶系 鐵三角人馬之外 這底下似乎也搞定了黨內派系問題 尤其是英系代表 陳時中就公開表示 賴清德是唯一選擇 要全力幫助他選總統 學者就分析 這跟賴清德本身尊英很有關係 3、2、1 開始 現在 我想邀請你參加 在台灣的總統辦公室內 賴清德華山導演 邀請知名求新 魔獸霍華德幫忙宣傳 可以夜宿總統府活潑表現 大秀英文 對外展現領導者的風範 但對內的派系 尤其是英系 已經搞定了嗎 小燕市委會這邊是全力支持 本土政權的延續 換句話說賴清德副總統 是我們唯一的選擇 陳時中這一聲令下公開力挺 等於給了賴清德一劑強心針 畢竟2024大選沒有輸的空間 更沒有人願意成為敗選罪人 而背後原因就是因為 賴清德的尊英態度很明顯 賴清德當然一定會 言必稱五萬萬歲嘛對不對 然後一定會跟他講 一定會講 你看他現在所有政策就是 消費潮水嘛 對對就是這樣 除此之外賴清德大選策略小組 找來了新境界基金會 副董事長邱毅仁 重掌兵符 還有前總統陳水扁當年的左右手 馬永成羅文嘉 以及文膽林錦昌 核心團隊就定位如虎添翼 要助攻賴清德登上2024大位 歡迎新聞 中品達楊紫玉 台北報導 民眾黨主席 是有百分之九十九年這個 總統會參選到底 再加兩個九九 九九九九九 展廳接鐵強調2024會選到底 民眾黨主席克文哲 宣告總統大選不會出現藍白河 但是國民黨沒打算放棄 而只要還有0.01的機會 我們都是全力以赴 既然大家都希望政黨能替 讓台灣的真正的民意展現出來 我們就必須要團結在一起 那我們相信最後 我們一定會團結合作 我那個吞那個曲棍球 我知道我跟他整理人物 我最氣的就是這樣 每天這樣親才講講的 梅選到底就吞曲棍球 柯文哲幾乎把話說死 因為國民黨想要的藍白河 是總統共推一組人選 但是柯文哲只想要在立委層級合作 藍白根本找不到共識 國民黨的模式是希望說 他可以仿造2004年親民黨模式 國民黨是政 親民黨是富 然後親民黨分一些不分區 或是協調區域立委 那這樣不就是把民眾黨給吃掉了嗎 這樣的藍白河是不可能發生 講了好久的藍白河 朱立倫有情柯文哲無異 但是雙方都沒把話說死 背後各有盤算 藍白要合作 他其實是要講給那些中間選民聽 要跟他們提醒說 我國民黨才是抗綠第一品牌 大頭 侯友宜跟郭台銘之間的 這個恩怨的化解 如果沒有辦法真的化解的話 那從民眾黨的角度 我柯文哲這邊其實擺了一個很好的位置 隨著藍綠白總統人選出爐 三咖度態勢越來越明顯 藍白河的空間恐怕只會比0.01%更渺茫 華語新聞章環宣 葉雲娜台北採訪報導 另外鴻海第一季法說會上公告財報 夜外損失竟然是勾達了200億元 最後純意季減68% 董事長劉洋偉說 通膨地緣政治等變數全年展望保守 至於雜音不斷的還有自家電動車 傳出和美國新創公司投資計劃生變 劉洋偉強調他們未來會慎選客戶 找到下個有潛力的領導廠商 去年科技日 鴻海董事長劉洋偉對自家電動車如數家珍 但造車大夢踢到鐵板 與美國新創夥伴Lostong合作生變 另一個partnerFisker上計虧損 超乎預期大砍生產目標 高達24.5% 商業模式要轉換到委託代工的過程中 車廠內部是有相當大的阻力的 這和我們二三十年前在PC產業 所看到的情況是一樣的 我們是Game Changer 所以我們的目標是要找到 下一個有潛力的領導廠商 要當Game Changer 劉洋偉強調電動車事業一切OK Model C John Z 第四季量產 以台灣自產車市占比例達10%作為目標 而高雄電拔廠今年動工 2025年量產 至於北美工廠自駕農用電動車 會逐月增加產量 但回歸本業 庫存問題仍是最大考驗 三月底庫存的水位降到了8132億 還是維持庫存調整至第二季季底的看法 上回法收會鴻海霸氣發股力配5.3元 低季毛利率、營益率也提升 但淨利率下滑 單季稅後獲利新台幣128.25億 是2008年金融風暴以來同期次低 季減68% 每股EPS0.93元低於市場預期 預期也將是持平的表現 因為全球貨幣緊縮 地緣政治的緊張以及通膨等不確定因素 持續對於經濟前景帶來比較大的影響 展望下半年新事業版圖 紅海低軌衛星第四季發射升空 5G元宇宙也蓬勃發展 至於雜音不斷的電動車市場 得靠數字成績來說話 環宇新聞 由博志陳品珍 台北採訪報導 台中捷運綠線 昨天發生建案掉臂 掉落軌道意外 導致一死死傷 事故畫面今天公開 隨車員從發現異狀 到列車撞上掉臂 只有短短的13秒 終結說反應時間不及 再加上掉臂懸空卡在軌道上 導致車頭的軌道障礙物 偵測系統沒有辦法即時偵測 現在也要研議要在月台增設 緊急停車按鈕 監視器畫面曝光 撞擊瞬間 終結乘客快速蹲下閃避 還是難當衝擊力道倒在地上 換個角度來看 終結列車里站前 高空墜落的掉臂已經砸破隔音罩 陽晴漫天粉塵 隨車員是有意識到保全想要跟他說什麼 但是因為沒有直接面對面溝通到 對有通知到站長 行控中心接到指令之後要讓列車停車 他要去操作畫面我們出估是20秒鐘的時間 行控中心接到指令已經來不及讓列車殺停 但是這關鍵時間難道沒人能觸發警報系統 保全在月台沒有辦法 我們會跟廠商研究一下 在月台要不要緊急裝飾一個緊急按鈕 在中午12點26分50秒列車進入月台 27分04秒掉臂砸到隔音牆 掉落軌道區 還陽晴漫天粉塵 月台保全發現異狀馬上回首通知 但是隨車員27分32秒確認異狀 執行緊急剎車作業 45秒車廂就硬生生的撞上掉臂 前後只有13秒來不及反應 台中捷運採用的無人駕駛 軌道偵測系統也沒有發揮作用 但是高空掉落的話 我們在沿線上沒有所謂的入侵 偵測這一塊的系統 就如同我們上次的那個事件一樣 那個泰魯格的事件一樣 他可能沒有辦法全線裝設 從天空上掉下一個異物 其實這個機會本來就不多 你要去看然後你要去做判斷 然後再做反應 其實13秒的時間一般來說是不太夠的 關鍵13秒來不及阻止悲劇發生 人員安全訓練不足 通報卻無法立即讓列車停止發車 天將橫貨如何完善SOP應變機制 終結得加速亡羊補牢 歡迎新聞 紅石陳秋子 臺中報導 好 在這一集終結公安事故當中 唯一不幸零難的死者 是靜宜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林淑雅 其實生前她才答應家人 這週要回家意過母親節 沒有想到搭上這班死亡列車 今天已經高齡80多歲的老父親 重回事發現場召喚 電商代表等人也在一旁陪同 也強調一定會負權責 一聲聲呼喚 卻再也換不回寶貝女兒 靜宜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林淑雅 10號搭上終結死亡列車 家屬成回事發現場召喚 高齡83歲的林婦面臨喪失愛女之痛 一路由旁人攀扶 在捷運站內煽燃了一下場面哀戚 現在在調查中好嗎 我們要努力做的就是 讓傷者的照護跟醫療 要受到應有的保障 那對於亡者我們要負起權責 那負責善後造成這個都是一切我們的失誤 不然也針對市府造成的麻煩跟社會造成的不便 公司在這邊絕不推諉 奸商道場全程陪同 強調一切會負起權責協助家屬善後 至於林淑雅任職的靜宜大學 校內師生更是悲傷不已 一張張照片貼滿牆面 追思現場擺滿鮮花 學生們還是不敢置信 回憶起老師還忍不住哽咽 就希望走進來還是可以看到老師 就笑笑在前面 因為老師每次就是 他的那個笑容就是很招牌 但是他就突然就這樣走了 就不敢相信大家都覺得怎麼可能 就是剛好是老師遇到這種事情 他現在做的原住民的計畫 現在一旦走了就 我們現在有點擔心是要如何繼續進行下去 不過我們一定會努力的 把他的未完成的心願繼續繼續下去 任教制經營有十多年 林淑雅是學生們心中永遠開朗的太陽 只是這麼微笑再也看不到了 環日新聞 洪世成高齡景台中報導 台南600多天乾旱少雨 導致海水鹽度升高 現在包括了北門將軍七股安南區 都傳出漁民養殖的文革死亡率偏高 根據瞭解 這個他們適合成長的鹽度 只能兩到三度 但是不少文革池鹹度都超過五度 導致被鹹死 到現在累積已經有70多人通報 旱乾旱災損 而且人數還在持續增加當中 死掉的格力科堆成小山 養殖漁民們的心血化為烏有 六百多天的乾旱少雨導致海水鹽度升高 台南包括北門將軍七股安南區 都傳出漁民養殖的文革被嫌死 甚至還有養殖池死亡高達八成 近百人申請漢情栽損 現在這樣打開的開就都沒有了 這都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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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死了 都死了 我們是要客廳 客廳的時候他就沒給我水 沒給我水的時候 這就是沙漫就算不掉 海水絕對的農夫是死多 他就應用到他的行動 如果五多就可能應用到他的希望 整個台南市文革養殖面積超過三千公頃 年產量1.3萬公噸 是全台第二大生產區 往年夏天價格波動大 今年恐怕波動幅度會更驚人 養殖戶成了乾旱受災戶 農業局也承諾會協助爭取中央現金救助 環宇新聞陳妍衛李若彤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 YouTube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轉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請訂閱按讚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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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